我已经觉得我们穿的很多了 突然出现了两个喝醉的西装男 瞪大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们 女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多么的恶心和愤怒 它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物品 可以随意被他们调戏点评 是这些男人需要停止 似乎一样的恶心 那网红雪莉街头遇罪汉打量心骚 老为男友分享自保方法 我这个人真的是从来不会渴望恋爱 我的心态就是爱情是我做更好的自己的过程当中 锦上添花的东西 他在我的人生里面不是必须想 为什么你补着眼睛 给你一个小孩 你能给你一个小孩的小孩 我给你一个小孩 告诉我一个小孩 对 我非常喜欢你 我也非常喜欢你 住在澳洲的这位大陆网红叫Aria 交了一个超税的外国男友Brandon 良人常常在网上放闪加撒狗粮 前阵子Aria和闺蜜在雪莉街头逛街时 却遇上不舒服的经验 我们当街被男的骚扰 当时我们走在Darling Harbor的一个小巷 巷子里没有人 我们四个女生快30度的天 当时我已经觉得我们穿的很多了 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两个喝醉的西装 在他们走过我们的时候 其中一个男人突然停下来 他站在距离寒寒 只有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 瞪大的双眼上下打亮着我们 突然浮夸又癫狂的大声说 Jesus 整个巷子里都是他的声音 一边色秘密的盯着我们 一边扭头和他的朋友狂笑 那一瞬间我们都被吓到 完全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突然就是很生气 差一点我就上去跟他吵架 环顾了四周 整个巷子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他因为喝酒了上头 我也害怕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后来他应该是看到我们没有回话 他就和他的朋友勾肩搭背的走了 这是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这么迷雾张胆的骚扰 我真的很生气 在Aria时候 Kipo不得告诉男友 遭到最恨信仇 他很震惊 他马上确认我们是不是安全 然后告诉我 如果身边没有人 他希望我能平静地走开 不要去激怒他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但是男生可能无法理解 女生遇到这种情况 会感到多么的恶心和愤怒 他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物品 可以随意被他们调戏点评 而这些可悲的男人 利用自己的性别 又是可以轻而易举地 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一直很后悔 当时没有骂回去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恶心 和不对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 女生在这些状态 他们会被男人感到疯狂 而他们会被逃避它 和对它 你告诉我 你后来走开 你仍然感到怒气 希望你能够抑制他 但我认为很多这些人 他们真的想要你惹怒 让人感到疯狂了 如果它是安全的做法, 拍照这些人, 或是有人被判断, 拍照给他们, 这些人可以保持这些人的信息, 这些人可以被判断, 在社交媒体上, 以为能够提高兴认识。